冬季的阿富汗 妮娜一早起床便牵上毛驴提上水壶 来到村口的小河边打水 这条小河使雪山的冰川溶水汇集而成 一年四季奔流不息 河水极为冰凉也十分纯洁 是附近居民的用水也是附近畜牧的饮水地 河水流过树丛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给寂静的乡村增添了一抹生活的气息 妮娜将水桶逐一灌满以后 费力地架在毛驴身上 这是温顺的小毛驴每天的必修课 雪后的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 极木远眺白雪挨挨风光独好 妮娜将毛驴赶回家后 和姐姐路亚一同将水从毛驴身上卸下来 阿富汗至今依然保留着一夫多妻的传统 两个人在生活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默契 妮娜顾不上休息 又拿上一个铁盆 来到草料房 将储存的青资料 快上一盆 投喂给家中的山羊 平时男人们每天都会出去放牧 而一些待产的母羊 或者生病的小羊 则会被留在家中休养生息 妮娜忙完手上的工作以后 便开始和姐姐一起处理蔬菜 准备烹煮早餐 土豆洋葱 西红柿青椒 是他们食用的最多的食物 几乎炖炖饭都离不了 主要也在于 这些食物比较耐储存 买回来可以存放上一整个冬天 绿叶蔬菜 在这里就比较罕见 也十分珍贵 宁静的小山村 土黄色的房屋 方正的布局 倒也显得干净整洁 郊阳下的小院也充满农家气息 处处都流露着生活的味道 蔬菜清洗干净后需要用小刀切碎 院子当中的地枣塞入枯柴和荆棘 点燃以后架上一个平底锅 锅中倒入为数不少的食用油 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 他们每天都需要摄入较多的油脂 才能维持体能保持热量 所以他们喜欢吃一些高油高烫的食物 先将洋葱煸炒出香味后 将辣椒大蒜倒进锅中一起翻炒 切好的西红柿碎也一股脑倒入锅中 西红柿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但能够增加营养 而且能够使食物看起来色泽红润好看 让人食欲振奋 寒风呼啸吹烟鸟鸟 姐妹两个分工有序不紧不慢 将各种蔬菜一股脑倒进锅中 看来他们是又要做手抓饭 油牧民比较喜欢吃手抓饭和烤囊饼 在锅中倒入一勺食盐后 大火翻炒几下 随后加入少许清水 大火炖煮即可 小院里的太阳能烧水炉 为他们提供每日所需的温水 他们在冬天洗漱就比较方便 趁着煮饭的功夫 姐妹两个沏上一壶热茶 坐在低矮的墙头上 欣赏着眼前的大好山川 确实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曾经贫瘠的勾勾赫赫 在此时看起来似乎也充满诗情画意 挨挨的雪山也似乎是某个名人画师的巧作 看着别有一番风景 不多时饭菜便已做好 在屋顶上选一块空地铺上一块油毡 将炖煮好的蔬菜舀入盘子中 配合上先前做好的松软酥油饼 一家人围在一起 畅快淋漓地享用起他们的早餐 土黄色的背景 点缀上苍茫的雪山 眼前的一切看着也别有一番异语风情 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 虽然贫瘠 却也不免令人心生向往 吉娜和乔森婚后不久 便从父亲手中接管了家中的牛羊 和堂弟小帅一起来到山坡上创业 他们也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怀揣着梦想 立志想要在这片山林干出一番事业 也因为他们世代都是牧羊人 所以也对于牧羊有着根深蒂固的情节 首当其冲 他们先要亲手建造出一座庇护所 方便他放羊时辗转游牧居住使用 刚刚上山的吉娜对什么都感到很新鲜 这似乎对他来说更像是一场旅行 或者是一次野炊 然而他现在还不知道的是 这也意味着 他将一生过着颠沛流离四处游牧的生活 丛林中树木倒是应有尽有 他们会采伐合适的木料 用来搭建一座庇护所 乔森和小帅是堂兄弟关系 两个人因为年龄相仿关系 本就十分要好 他们俩人都已结婚 小帅虽然比乔森的年龄还要小 但是却比乔森结婚更早一些 小帅和塞拉现在已经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 吉娜和乔森去年刚刚晚婚 四个人的脸上都挂满稚气 却也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男人们忙活着搭建庇护所 而女人们则忙着生活煮饭 环境简陋一无所有 吉娜倒也乐观 没有抱怨 她抱来一块木板 铺在地上当作案板 将锅碗瓢盆 和采来的萝卜和蒜苗就着木板切碎 接着吉娜背上筐子和蒂西塞拉一起去山中 淘菜洗碗 顺便再杯一些水回来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 此处的水资源极为丰富 从林间小树旁处处都流淌着纯洁干净的泉水 将水灌浸瓶中即可作为煮饭洗菜食用 炉火上的米饭 此时也冒出扑扑的热气 小帅将从家中带来的母鸡 再杀掉一只准备煮来吃 尼泊尔人载鸡的方式都是采用炉火焚烧 据说这样不但可以清除掉鸡身上的细菌 还能同时赋予鸡肉草木的清香 这也是使它们世代沿袭了千年的生活习惯 必然有它存在的合理原因 肥大的母鸡在炉火的焚烧下变得表皮焦黄 还散发出阵阵的焦香 将鸡肉架在柴墩上剔成大大小小的块 准备煮来吃 至于鸡肠鸡脚之类的内脏 则会悬挂在木棍上晾干 等到下次继续食用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撒上切好的咖喱粉酸苗一起爆香后 接着将土鸡肉倒进锅中大火煸炒 鸡肉在炉火的作用下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馋得大家口水都流了出来 这种土生土长的走地鸡味道极为鲜美 不管是用来做汤还是用来红烧都特别好吃 它的味道正是咱们小时候脑海里对于鸡肉的记忆 而现在的饲料鸡肉完全吃不出这种感觉 尼泊尔人有吃烤肉的习惯 不管是宰猪宰鸡宰羊食都会挑取一部分肉 放进炭火中制烤 不需要任何佐料就能直接食用 锅中的肉煸炒至七八分熟即可 撒上两把食盐加入半锅清水大火炖煮 而刚才做好的烤肉即可直接享用 此时天空又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几个人坐在帐篷下 先美人吃上几块肥美的烤鸡肉 吉娜平生最爱吃肉 乔森跟他说放羊以后便会有食之不尽的牛羊 这也正中了吉娜的吓怀 他说他宁可坐在山顶的寒风中吃肉 也不愿一辈子住在房屋里吃草 犀利的小雨非但没有打消他们牧羊的念头 反而让吉娜觉得多了一份浪漫和一丝丝的惬意 在盘中产上两勺米饭 嚼上两勺鸡肉 配合上捣好的辣椒酱 劳累了一天的四个人 搂着盘子美美的吃了起来 吉娜也是直接坐在草地上 用手揉搓着米饭配鸡肉 狼吞虎咽大快躲一起来 雨水打在棚顶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似乎更像是欢迎一事让鞭炮的响声 他们的人生也终将因为自己的奋斗 而变得更加绚烂多彩 高优优独播剧场——ес porte Botschaf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